各位觀眾,你們好 又是我許樂恆,Facebook的朋友直播 這次我們介紹的是馬里歐派對Switch系列之大比拼 為什麼是大比拼? 因為對比一下,哪個遊戲最挑戰的人挑選的Party 就是有三款 一個是超級馬里歐派對,即Super Mario Party 第二個是Mario Party Superstar,即馬里歐派對超級巨星 還有今年出的超級馬里歐派對空前聖會,即Super Mario Party Jamboree 就是這三款Party 如果是這樣的,我們就開始了 第一,就是角色,角色裡面最多是超級馬里歐派對空前聖會 第二,就是超級馬里歐派對超級巨星 當然這兩款不只是好角色,有幻角色 不只是馬里歐派對空前聖會 不只是馬里歐派對空前聖會 中間只有馬里歐派對超級巨星 就是馬里歐派對超級巨星 就是馬里歐派對空前聖會 角色裡面最挑選的就是超級馬里歐派對空前聖會 第一,就是角色檔員,第二就是講一下棋 棋是哪個最多都是空前聖會 不過超級馬里歐派對超級馬里歐派對 超級馬里歐派對超級馬里歐派對 而且有色仔第一至六元 不過當然啦 有角色的色仔 也不只是有那麼少的 有可能是七八九十這些 零啊 加金塊,加金塊也有機會贏 最重要的是這兩個 馬里歐派對超級巨星 馬里歐派對超級巨星 馬里歐派對空前聖會 這兩個追劫 第三,當然是私下起 私下會方面都是空前聖會最多的 隨時是馬里歐派對超級巨星 最少就是超級馬里歐派對 那因為那些遊戲呢 超級馬里歐派對 就只要用兩個手指 就是裝甲的手指 不方便 那馬里歐派對超級巨星 就可以用那個手指 即是Pro的手指 都可以用裝甲的抗力 不過只要用一 不過呢 超級馬里歐派對空前聖會 超級馬里歐派對空前聖會呢 那就可以 除了用大手指 即是Pro手指 還可以裝甲的手指 因為有些是動甲的 跟超級馬里歐派對一樣的 不過呢 對超級巨星 都是這類型的 因為空前聖會 就有很多優惠 那麼就是 那麼 第四方最後 就是其他 那麼其他呢 就不多說了 其他方面 就是其他方面 就是 會超級馬里歐派對空前聖會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其實有角色多 棋又多 C16多 那所以呢 三個呢 三個之中 都是最超數的 就是這一款 就是空前聖會那款 那大家呢 不妨一下呢 都可以看一個片 因為有預告片 的了 哪個最好玩呢 我覺得這個空前聖會最好玩的 就是 但方面呢 就覺得不同的 就是超級馬里歐派對 就是 超級馬里歐派對 因為 就 不只一個同盤 有兩三四個都可以的 就是 對不對 就是 就是啦 我們覺得同意 就是 是啊 那自己的 大表面時間差不多 那 一枝我的彩蛋 是什麼 那彩蛋呢 一枝我告訴你 好 好 開始 那彩蛋 那彩蛋是什麼意思呢 就 就是 彩蛋 就 沒有特別 只不過 就有些有趣的東西 就是 那 各國的色彩 就是 這三個 這三個 都有 馬里歐 路易吉 碧姬公主 戴西公主 阿里歐 還有 阿里 阿露易吉 耀西和羅杰塔 這三個 還有 也有 《森美色東基比港》 這九個款 也有的 即是 就是 九款角色也有三個派對 都登場過的 都登場過的 這三款的選手發對 就是 其他那些只有單獨 只有兩個和一個 假如海執林 海執林是舊的派對沒有 即是超法律派對沒有 不過七巨星和孔志成會 就有這兩個 還有哪一個呢 這兩款就是 這兩款就是 苦巴系列的軍團 苦巴 曼曼歸 劉寶寶 昆康 海執林 苦巴JR 黃燕鼠 這些角色 都是超級巴黎歸派對 和孔志成會都有的 其他就是 只有一個角色 例如 超級巴黎歸派對 有鐵翠兄弟 碎碎龜 碰碰和迪迪江 這三至四個都是只有一個 反而 至今 馬里歸派對空時四個 就沒有這四個角色 不過他反而就有 新角色 就有 奇諾比奧 奇諾比歐 波林 加邦 和哈夫 這五個角色 都是最新花田 才有的 這個彩蛋就是這麼多 好了 這次 馬里歸派對 是大VIV的時間 到一段落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讚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我呢 稍後回家 就會今晚重新 做我的派對系列 什麼派對 玩派對 不知道要玩哪個呢 今晚回來告訴你 我們下一次派對再見 拜拜